題目說假若2x平方加3x-1等於0 有兩個根叫αβ 然後要問α平方加β平方的值 當你看到αβ兩根 你就要想到什麼 對根與係數 兩根之和還有兩根之基 兩根之和α加β叫a分之-b 兩根之基叫做α乘β等於a分之c 所以在這裡帶進來 2分之-3跟2分之-1 題目要求的α平方加β平方從哪來 平方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α加β括號平方來 這個乘開的時候就會得到 α平方加2αβ加β平方 這裡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只需要把中間這一項減掉 都有啦 所以我們就把數字帶進來吧 2分之-3平方減掉2倍的2分之-1 2分之-1 4分之9 減多少 加喔 加1 所以就是4分之13 之前 是4分之11